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台湾自制的电动车 电动车平台 真的是立足台湾但放眼全球的市场 那一切就是从鸿海科技日那一天 当大家看到台上摆出来的三台车 然后包括了郭董 当时他自己给予的一种期许跟展望 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在你的生活圈里面 可能很多人还在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先来看当天 红色亮眼外观搭配贯船式日行灯 鸿海最新款五门先被电动跑旅正式亮相 缓缓开进舞台 车上这名驾驶一登场更是现场焦点 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创办人 好久没公开露面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现身一年一度鸿海科技日 这天同时也是他的七十二岁大寿 一下车和董事长刘洋伟开心拍一件招呼 每年都有非常愉快的生日 都能够收到非常贵重 而且这个非常对台湾来讲 有代表这个领先型指标型意义的产品 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礼物 非常感谢你刘兄刘董事长 谈起电动车产业也指出三大特性 强调电动车对半导体和工业转型升级重要性 由郭台铭和刘洋伟驾驶带头试程 紧接着是这次鸿海和玉龙合作 Model C量产版纳智杰N7 里头坐的是玉龙集团执行长 严晨力联等贵宾 大阵仗展示新车款 新车款包含Model B电动跑旅 有450公里续航里程 锁定女性市场和小资族 价格有望百万内 还有Model V国内首台电动皮卡车 可承载一顿载重和三顿托椅 Model C量产版也就是纳智杰的N7 则是零百加速只要3.8秒 也有700公里续航里程 这三部车我们将会在台湾 泰国以及美国逐步的投入生产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所端出来的 这些原型车其实真的涵盖了各种车型 2022年展现在大家面前的Model V Model B以及Luxian的N7 也就是Model C 郑杰我们知道它的造车基地 除了台湾泰国美国之外 现在其实都还在扩展当中 那你对它的展望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你生活周边 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应该要先来定义一下 我们常常之前的新闻都说 红海要坐车 红海要坐车 其实基本上这句话本身就是有点错误的 红海它是要制造的是车的底盘 跟纯电的这个电动模组 然后再用B2B的模式 就企业对企业公司对公司 所以红海的客户 其实是像纳智杰这样的公司 所以纳智杰跟红海 签约了以后 然后生产出来 所以才会从本来在红海 它的那个 有点像厂内代号的意思 叫做Model C 但是到了纳智杰以后 它真正的车名叫做纳智杰的 所以以后像我们看到 以今年红海科之一出现的 Model V Model B这样的车子来讲 未来它也一样是必须要找到客户 然后再来透过客户 进行生产销售的部分 所以也就是说 并不会有人想着说 我以后会走进一间 红海的展示中心 买一台红海的车子 就是这些车 你看到上面的这些原型车 它都可以冠上不同品牌 不同国家的品牌 然后不同的车名 没错 所以不会有什么真的上市的车 叫Model V 或Model B这样子的 所以说像Model B来讲 因为我们知道纳智杰 对这台车也是 等于是不能说有兴趣 是已经要下一台生产的车子了 到时候呢 它也不会叫纳智杰的Model B 它一样会可能叫纳智杰的N5 或者是H5之类的 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命名 然后这么一来呢 你在外观上呢 当然它假设Model C 或者Model B这样子 卖给不同的客户的时候呢 在设计上也会有所不同 车头车尾啦 甚至一些内饰的铺层 都会有所不同 这是我觉得 所有的消费者 应该要注意的部分 那第一台 大家看到的就是 量产车的部分 那就是Luxian的N7 Bob哥 原先大家都在猜哦 哦那个性能 0百加速3秒多 希望你只有700公里 然后价格百万内 那现在告诉你 不是 它其实是三个不同的车型 对不对 那最便宜的 肯定那时候说 你优先抢购的话 百万内能够入手 那现在 Bob哥在知道了 这三个车型 各自要走的一个定位 跟设定之后 你怎么看它的竞争力 其实当时 第一次预购的时候 其实产品揭露的讯息很少 但是当时我大概就 有去做区分嘛 那我后来还被纳智杰人说 我都给人家剧透 那当时其实我没有 任何的内线的情况下 我认为是这样比较合理 那就像刚刚仲宜讲的 就是它有三个主要的feature 长续航 高性能跟入手价格 清明 但是这三个东西呢 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产品上面 但是我当时 这样子去推顿的时候 我还被在 网友在底下留言说 我污蔑人家 这个国产 台湾之光 为什么我还污蔑它呢 那其实 这个是从产业 分析的角度来看 因为你知道它底下 它需要支印的成本 其实它不太可能 all in one 对 但是当时 最有可能就是百万之内 但是它一定是一个 比较小的电池 那这一个也不是 只有在纳智杰 或者是鸿海MH上面 独特的做法 因为像包括 比如说现在 TESTA的Model 3 它就会有一个 最入门的版本 它的电池是 60度电可用55 所以这种一个 比较小电池的配置 它会决定 会有一个对于价格 往下压 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因为电池是一个 最主要的成本 那你要帮我们 这两个问号解答一下吗 230 我当时认为应该是 99万 然后可能配备不太好 说不定标准版 还会有一个配备好一点的 那长城版您估算大概 我认为大概要再多20万 110 120 120 120 爸爸哥估120万 对 要120 一定要多20万 我认为当时应该是 99跟109 然后呢 109的配备比较好 就是有点像HS这样子 就是有满配的 那最高阶性能版呢 那我觉得那个价格 一点都不重要 怎么会不重要呢 就不在乎啊 因为那个一定是很小众的 可能到150以上 我觉得都没关系 都可以 对 但是你注意看哦 它的电机 也就是说它的车用马达 它在第一次宣布 一年前的时候 宣布的性能版的时候 它讲的是400匹马力 那这一次它说 它们在技术上 因为技术进程上面 有些进展 所以可以做到460匹 其实车用马达 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出力范围 其实是都有 它都不是说 这一根引擎 就可以多少出力 它其实是有一个范围的 所以反而是电池的性能上面 可以供应比较大的电流 所以Bob哥 因为大家都知道 标准版 已经开放两波预购 结束了 对吧 超过3万张 是 那现在如果它跟你说 那长城版 性能版 你觉得 这个部分 它也会吸引到很多人 第一阶段上市的时候 长城版跟性能版 都不会有 对 只会有标准版 那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次可以实现 所谓100万以内的 国民电动车 国民电动车 而且它的续航里程 虽然它是NEDC420 但是如果它的快充性能 没有很差 它有一定的延伸性 所以价格 可以入手 其实反而是一个 最重要的关键 我认为这个产品绝对是 它3万张里面 有一些人 当然他想要买长城版 有些人想要买性能版 那可能 第一波的人 有一些人会想说 我想要等长城版 我在等 但是如果3万张里面 有3成到4成 愿意转换成 第一年的订单 我觉得基本上 对这个品牌 还有对鸿海的电动车的第一步 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而且是非常成功 对 是非常成功 然后这个售价呢 强调一下 是Bob哥推估的 等一下呢 我们继续再来聊 就是OPPO 稍微来 今天我们组成了 黄金陆战队 那就是 露营的路 在美洛宇松营地 汽机车也能轻松露营 一起平车聊露营 五分钟简单出大菜 地球黄金线 有完整的露营攻略 一起来 换成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